上星期有傳媒突然爆出 市帝王浩信和太太陳志堯正式入址離婚的消息 引發大批網民的關注 事件更是登上內地熱手 雖然雙方已經先後出面否認 指報道失實 之後再加上無線高層樂小姐都親自出招 令到今次的離婚風波總算告一段落 不過今晚資訊會再收到封 有傳媒指今次Yoyo兩夫妻的離婚風波搞到這麼大 令到TVB整班高層非常生氣 因為王浩信本身背著很多廣告合約 所以為了要保住她的戀男健康形象 至2018年他們兩夫妻被爆訓便開始 高層已經明確落令要封口 不過事業深強的Yoyo希望靠自己打拼 離婚之後更加不想再跟王浩信扯上任何關係 所以想徹底砍立或清界線 不過不知為何 只是過了短短幾天的時間 傳媒就爆料說Yoyo竟然是最大嫌疑人 還說Yoyo這次玩出火 徹底激怒TVB高層 哇 資料鑊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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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究竟搞哪科啊?